八九年前我到紐約去實習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變裝皇后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對變裝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後來就是因為我在台灣做的工作是做廣告的服裝造型 那他們要的服裝都太無趣了 都是一些女學生啊 爸爸媽媽之類的角色 那我就想說 我想要做更有設計感的東西 更酷的東西 要把窮藝術家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重現想像中的圓民園的場景 這個是我自己設計的圖案 然後我送去給印花廠去印出來的 所以這塊布外面買不到 這是我自己獨有的布畫 我也一直想要致力於說 去翻轉一個男性在社會中的角色的形象 因為很多時候男性在社會裡面好像都賦予了一個比較嚴肅 然後家庭也會告訴我們說男生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我就是想要做一個我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但是我沒有想要成為女生 當初在台灣做的時候 其實也受到了蠻多的非議跟批評 會覺得說我自己本身是一個男性 那怎麼還會去做Drag King這件事情 會讓大家覺得有點困惑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非常喜歡澳洲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發現大家其實在面對我的時候 大家比較在意我的Quality怎麼樣 我的服裝做得怎麼樣 我的表演做得怎麼樣 但他們不在乎我的Category是什麼 他們不在乎我的性別認同 我想要呈現什麼樣的東西 只要你的東西夠好 他們就會給我機會 只要你能夠將你的造型做到極致 跟你的表演做到極致 其實事實上 你本身的性別是什麼 以整個世界的發展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想說要把台灣的文化帶到國際去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後甚至到宮廟裡面去借官將手的衣服 去看他們是怎麼製作的 很多時候在困難的環境下 你總有一個自己找到出爐的辦法 就像我的家境並不是這麼的富裕 跟家裡的人也不是這麼的給予支持 可是一路下來 我也是用了我自己能有的最低的成本的方式 但是投注了大量的心力在裡面 那即使周邊的環境並不給予你這麼多的鼓勵 可是總有這麼一些朋友 他看到了你身上的光芒 他知道你不是不會發光的人 他知道你身上只是被一些塵土給蓋住了 你要想辦法去把那些塵土洗掉 想辦法在這樣子殘酷的世界裡面 好好的去做創作 好好的再讓自己的光芒再發出來 然後這個光芒是你獨有的 而不是去折射別人的光芒 我想要去發出這個屬於我自己的光